我父啊 我父实行公义的审判 我们相信我父是全能的 我父啊 我们是多么的随从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 结果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敌呢 我们一直以来 被自己的想法和理论所困住 成了上帝的仇敌 我们还却不醒悟我 在今天 求我父帮助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我们一直在违背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罪人呀 我们随便抱怨 我们随便数落别人 我父啊 我们真的是恶人 我们是多么误会肮脏呢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父啊 我们都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我们真的是个恶人呀 求上帝 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感谢上帝使我们 向您认罪悔改 我父 您命令我们 为别人祷告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而我们呢 在生活中 从来没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甚至都不为自己祷告 甚至都不认识 自己的罪恶是什么 我们总爱夸耀自己 炫耀自己 爱出名 这都是与上帝作对呀 我们当夸的 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的人生不属于自己 完全是属于上帝的 而我们呢 一直不属于基督 一直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敌 我们还却不醒悟啊 我父啊 求我父 怜悯我们 我父 唯独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我父 拯救我们 求我父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奥秘 来敬畏上帝 在今夜 求我父 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获得实现 我父啊 我们一直以来 在现实生活中 让上帝难过了 甚至在生活中 没有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我们却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罪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向您认罪悔改 使我们属于基督 使我们归向上帝 使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将一切的荣耀 献给上帝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绵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什么样的人 才是有福的人 唯独上帝的儿子 才是有福的人 今天讲到的主题 就是只有上帝的儿子 才是有福的人 有时候跟大家 讲了这讲道的主题 而好多人还却不领悟 这讲道的主题是什么 不懂得爱人如己 总爱被自己的想法 和理论所困住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阿们 那么首先 我们怎样 才能领受儿子的灵呢 首先做儿子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才能获得儿子的灵 唯独上帝的儿子 才是有福的人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多人都访问自己 我怎么这么没福气呢 那首先要认清我自己 我有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呢 我没有做上帝的儿子 是没办法去天国的呀 我有没有和上帝 确立起真实的关系呢 唯独成了上帝的儿子 才能去天国 那么 我成了上帝的儿子 上帝就拆儿子的灵 进入到我们心里 使我们呼叫阿爸父 这时候才是有福的人了 唯独上帝的儿子 才是有福的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 怎样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子呢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子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那么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 靠着自己挣扎 什么都做不到 而且 靠着自己的努力 也没有出路 而上帝的儿子呢 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啊 上帝的儿子 是唯一的 只有基督 那么我们一起找一下 加勒太书三章十六节 马太弗一章一节 上帝让我们靠着基督 找回家谱 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啊 加勒太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所拥许的原是 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也是说你 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阿们 只有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指着一个人 是唯一的 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这是 向亚伯拉罕 立下的允许 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上了 那么 只要我们获得了信心 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上了 那么刚开始我们都要做上帝的仆人 紧接着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子 而且还要做上帝的朋友 那么 我们有没有做上帝的仆人呢 那么 我有没有紧接着做上帝的儿子呢 这一切全要通过基督啊 我们一开始都是属于罪恶 都是属于魔鬼的奴仆 那么靠着基督使我们脱离罪恶 做上帝的仆人 而我们却一直不认识基督啊 唯独上帝的儿子才是有福的人 唯独上帝的儿子才是有福的人 而我们却不知道 怎样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子呢 上帝只会把祝福给到 上帝的儿子身上 那么好多人说 我现在很不顺利 那首先要认识到 我现在还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啊 我条牧师跟这位年轻人说 我们随便去别人家吃饭 做得到吗 当然做不到了 我都不是这家人 我怎么能进这家吃饭呢 我随便进一个家里 那家人把我当强盗了 或者说这家人就把我当贼了 因为我跟这家没有任何关系啊 如果我是这家人 如果我是这家的儿子 那人家就欢迎我进去吃饭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和上帝之间 有没有确立起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呢 好多人 我们身子来到教会 却没有和上帝确立起关系啊 为了成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应该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好好思想过呢 哎呀我怎么做才能做上帝的儿子呢 上帝有认可我 是上帝的儿子了吗 只要成了上帝的儿子 上帝赐予我们什么呢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这时候上帝赐圣灵 给到我们心里 上帝使儿子的灵 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使我们称呼阿爸父 而我们 我们现在还没有呼喊上帝 为我的父的时候 说明我还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内心没有圣灵的时候呢 是属魔鬼呀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无论是牧师还是谁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儿子的灵的话 我们内心都是属魔鬼呀 并不是说做了牧师才能去天国呀 哪怕是牧师没有获得儿子的灵 那还是属魔鬼的 获得了儿子的灵 领受了圣灵 获得了儿子的灵 这时候能去天国 而我离开了圣灵 或者圣灵离开了我 这时候我是去不了天国的 再来太福三章三节 我们很容易就离开圣灵 为什么靠着圣灵入门 结果以肉身成全 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敌呢 获得了圣灵之后 很快又离开圣灵 结果又被魔鬼所困住了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 我领受了圣灵 而我又去犯罪了 结果不悔改的话 这时候呢 之前被赶出去的魔鬼 就带着七个更恶的鬼 回到我心里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呀 马太福音十章 上帝让我们传扬福音 传福音 那么 好多人却不明白这一切呀 就说 第一层都没有盖好 怎么一下子就想盖第十层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阿们 有儿子的灵降在我身上 这时候心里的恶魔鬼全退去了 大家认真地听啊 儿子的灵降在我身上 这时候恶魔鬼退去 而这圣灵 这儿子的灵 这儿子的灵 什么时候才能降在我身上呢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耶稣也受了洗礼 耶稣也领受了洗礼 获得了圣灵 那么我们呢 我们都不是耶稣啊 而且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才能遇见耶稣啊 那么不悔改的人 大家知道 我一个人靠十碗饭才能吃饱 那这时候 我们是没办法理解这个人的 比如说 我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岁数 才能理解父母的心情 我们没到那个人的处境 我们是没办法理解这个人的 那么当今好多人没有领受圣灵 怎么可能讲解圣灵呢 耶稣也领受了洗礼 才获得了圣灵呢 而我们呢 有受洗礼了吗 这儿子的灵 这儿子的灵 是上帝给我们的 当我们领受洗礼了之后 那这洗礼是什么呢 正是靠着基督 使自我完全死去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使自我的想法 完全死去 这才是领受洗礼啊 罗马书六章四节 而我们呢 总是自觉聪明 自己的想法特别重 自己的理论思想特别重 甚至面对圣经的话语 按照自己的想法理论来讲解 这都不属于圣灵的 这都不叫受洗礼啊 在这我的想法和理论的时候 是不属于圣灵的 马太坟三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阿们 耶稣 耶稣也是受了洗礼 才领受了圣灵 那么这洗礼是什么呢 我们找了一下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上帝告诉我们 只有成了上帝的儿子 才能做有福的人 成了上帝的儿子 能领受祝福的 成了上帝的儿子 能去天国 成了上帝的儿子 能赶走内心的恶魔恶鬼 那么耶稣也是领受了洗礼 才获得了圣灵 所以我们也要受洗礼啊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获得了信心的礼物了 然后呢 获得了信心了之后呢 还要领受洗礼 我们信主耶稣基督 还要领受洗礼 才能去天国呀 那怎样才是领受洗礼呢 怎样才能获得信心的礼物呢 我们领受了圣灵 是赶走我那些恶魔恶鬼的 好多人来到教会 好多人说 哎 我的祷告怎么不蒙垂听呢 我是不是还没有做上帝的儿子呢 我首先要做上帝的儿子 与上帝确立起关系呀 加勒台诗四章六节 好多人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 哎呀 朴牧师说怎么怎么样 朴牧师讲的不是自己的理论 全都是上帝的话语呀 上帝的话语一点一话 全没有谎言 如实实现的 马太飞语五章十八节 天地会废去 而上帝的话语不会废去 而且如实实现 马太飞语五章十七节 旧约的话语 全是靠基督使我们领受的 那么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我们做了上帝的儿子 成了有福气的人 领受了祝福 这时候给身边的人得来益处 使我们在生活中照亮身边的人 使身边的人也来相信耶稣 也得到祝福 而当今好多人光嘴上传 哎呀 信耶稣吧 生活中从来不给人带来益处 生活中并不照亮身边的人 结果这样都是假的教徒啊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我们 我们在生活中 行为上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行为上能照亮身边的人 行为上能照亮身边的人 这时候 给身边的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爱 使身边的人也来信耶稣 这才是 做见证人呀 耶稣行了那么多奇迹 那么富足的 不让我平牧师奉主的名 行了那么多奇迹 都是为了什么呢 是传达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呀 上帝赐予我们如此宝贵的时间 来到主面前听讲道 正是让我们 做上帝的儿子领受祝福 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在这世上 实现所有的心愿 使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父是谁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全能者上帝是全能的 能为我们解决所有的事情啊 我们今夜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吧 我们一定要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首先 从我做起啊 加拉太书二章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领受洗礼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义二 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弃 阿们 在座的各位就像姊妹 怎样才是受洗礼呢 好多人说 哎呀我进了 我进了一下水里边 我就领受洗礼了 这不是洗礼 那表面的仪式 那不叫洗礼 洗礼是什么呢 耶稣就是信心 耶稣为什么还要受洗礼呢 为的是给我们立下榜样 耶稣领受了洗礼了 之后呢 领受了圣灵 圣灵降下来 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一样 洗礼是让我们和基督 一起死去 我们身上只有基督活着 我们是和基督一起死去 是基督活在我身上 是让我们与基督一起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啊 我们要认识基督啊 我能和基督一起死去 正是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大家真真真切切切地做出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就会发现我的讲话理论全没了 这时候才是受洗礼啊 我的自我完全死去了 这才是受洗礼啊 那么这时候我心里活着的只有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活在我心里 那么这时候上帝的儿子活在我心里的时候就是让我靠着基督找回家口做了上帝的儿子 马太福一章一节 成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再回到加勒太书四章六节 成了上帝的儿子 上帝就赐圣灵给我们 加勒太书四章六节 耶稣也领受了洗礼 才获得了圣灵 那么大家和我 我们也要和基督一同死去 使我们心里服侍基督 这时候领受圣灵 领受了圣灵 就有资格呼喊父 阿爸父 我们一起读一下加勒太书四章六节 一二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阿门 我们好多人嘴上喊着上帝 嘴上喊着父 却没有得到允许 这是因为 我根本就没有做上帝的儿子 那么耶稣也领受了洗礼 耶稣受了洗礼才获得了圣灵 那么我们也要领受洗礼 才能获得圣灵 我们找一下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 还要领受洗礼 才能去天国呀 大家为什么要否认圣经呢 圣经的话语 不能删减的 删减了圣经话语的话 我们的名字也从生命册上除掉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无信的必备定罪 阿们 信了 而且还要受洗呀 为什么一定要受洗礼呢 受洗了就能获得圣灵 我们呼喊阿们 那么我要和 我要和谁一起死去呢 我要和基督一起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心里 这才是受洗礼 所以我和基督要确立起关系呀 那么我们找一下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和基督确立起关系了 这才是有福气的人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 就是有福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阿们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 和基督 靠着基督使我领受洗礼 我内心服侍基督的时候 大家真真切切地 做四节段悔改吧 这次 这位教授就跟我做见证 哎呀牧师啊 我曾经回美国的时候呢 我的教会的信徒 特别尊敬我 特别喜欢我 哎 但是我做了四节段悔改了之后呢 身边的人都对我很冷露 甚至排挤我 但是越是这时候 我却得到了奇迹般的祝福 领受了应许啊 那么 我们是要选择去天国呢 还是要选择被魔鬼推崇 被周围的人喜欢 结果呢 走向了地狱呀 身边 身边的人喜欢我 那么 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假的教徒 那么假的教徒对我毕恭毕敬 能有什么意义呀 我们要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要去天国呀 我们要去天国的 这是多么宝贵的永许啊 那么好多人来找到我们教会 那么我朴牧师 没有辱骂任何人 甚至搞巫师巫婆的 朴牧师也没有去救助我 无论是搞巫师巫婆的 还是属魔鬼的 都要认罪悔改 通过认罪悔改 使我们灵魂得救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千万代领受祝福 给身边的人再来益处 为国家和民族 做爱国者 这才是上帝的旨意呀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上帝 而那些属魔鬼的 却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不爱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眼前如果不走得福的路 我们就走向败坏了 圣明记三十章十五节 如果我排斥眼前的祝福的话 就走向败坏的路 如果我不走向天国的路 我就走向败坏的路 身患疾病 受尽拷问 去医院遭罪 而且把这些痛苦 又留到儿女身上 我们眼前只有两条路 难道我们总要走向败坏吗 听从上帝的话语 是能让我们得福的 而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分明是因为我内心带着恶魔恶鬼 我内心的恶魔恶鬼排斥上帝的话语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属魔鬼的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甚至排斥上帝的话语 那么部族的普通上帝牧师 在这里随便讲 相信好多人都不听这讲道了 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好多主内的弟兄姊妹 都在听这个讲道了 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 是真理的话语 我们听了 我自己受益 而且不仅受益 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属于基督 使我们得到改变 使我们获得信心 从而领受祝福 而且照着上帝的话语 就是做了 结果真的得到这么多的祝福了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 是在做事的 而且是行着义事 而我们为什么如此地排斥上帝的话语呢 魔鬼最恨有福的人 魔鬼会辱骂有福的人 我们属于基督了 和基督一起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正是要受洗礼呀 领受了洗礼 获得了圣灵 做上帝的儿子 这时候心愿得到实现 而魔鬼最排斥这一切 魔鬼在逼迫这一切 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一定会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为基督的名授辱骂了 这时候呢 就成为有福的人 我们一起 呼喊阿门 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吧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上帝实在是真好啊 在现场听讲的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要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为什么上帝 很是强调 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就是有福的人呢 为什么一定要授辱骂呢 而且是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我们再读一遍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有些信徒说 哎呀 我一直没有为基督的名授辱骂呢 那我还没有成为有福的人呢 我们要么成为有福的人 要么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我们没有中间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一二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 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阿们 我们通过基督 领受洗礼了 这时候就成为有福的人 领受了洗礼 获得圣灵 圣灵降在我身上 赶在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使我呼喊 阿爸父 为基督的名授辱骂的 就是有福的人 因为能获得圣灵啊 获得了圣灵 上帝的灵 常住在我们身上 这时候赶在我内心的恶魔恶鬼呀 我获得了圣灵 才能去天国呀 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使我们领受圣灵 使我们能去天国 而这一切是上帝的教导 而为什么好多人说 这是朴牧师的理论呢 尽管这样 我朴牧师也要感恩感谢 为基督的名授辱骂 使我领受祝福 使我去天国 唯独上帝的儿子 是有福的人 其他的宗教的学问再多 世上的文化学问再多 也做不了上帝的儿子 唯独上帝的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唯独成了有福的人 才能获得圣灵啊 那么基督是谁呢 我们找一下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 使我们认识基督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啊 这次有些信徒说 哎呀牧师 你怎么这么强调基督啊 我批识牧师讲基督的奥秘 并不是在强调基督那样 我们离开了基督 就是属于灾难咒诅了 属于基督的时候 是崭新的新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无论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属于基督了 我就成为崭新的新人 成为有福气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属于基督啊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至疯疯足足 在物行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 阿们 使我们认识基督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那么我们有认识上帝的奥秘吗 那我们认识基督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呀 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 全都是上帝的话语 那么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奥秘呀 靠着基督使自我完全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的心里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我们找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我心里要有基督的 基督是要活在我心里的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那么我要靠着基督使自我完全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心里 这时候才能领受圣灵 做上帝的儿子 这不是我朴牧师编造的 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呀 上帝的奥秘是上帝所规定的 并不是我朴牧师定下的呀 不认识上帝奥秘的时候呢 就拉帮结派 分党结派 全都是为了出名 出自己的名声而已 这都是属于去地狱的呀 不属于基督的时候就爱出自己的名声 然后呢 走向地狱 好多人以为人数聚集的多就是好事 诺亚洪水的时候 大多数人灭绝 只有八个人得救了呀 得救的人数是在少数啊 好多人以为人数聚集的多就是好事嘛 结果全去地狱了 唯独领受上帝奥秘的人 这上帝的奥秘正是我心里有基督活着 这时候就能领受洗礼 获得圣灵 感受我内心的恶魔恶鬼呀 我们读下哥路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一二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阿们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我心里有基督活着 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呀 靠着基督 是自我完全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心里 这些都是奥秘呀 基督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才能获得圣灵 这才是上帝的儿子 这些都是奥秘 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 也是基督的奥秘 所以如果我们不属于基督的话 都成了假的了 我们找一下哥路西书二章八节 不跟从基督的时候 就变成假的讲道了 我们教会的信徒很了解这句经文 但是当今大部分人还不领用 还不领受这句话语 哥路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二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阿们 大家千万不要被欺骗呀 被所谓哲学性的讲道 不要被所谓哲学性的讲道欺骗 带着世上的理学 带着世上的哲学来讲 那都是虚妄的话 那都是虚空的妄言 当我们不跟随基督的时候 就跟从世俗的这些妄言 世俗的理论 世俗的哲学 上帝告诉我们 这讲道讲得再漂亮 讲得再好听 却没有跟随基督的话 那讲道都是鲁类灵魂的假的讲道 讲道讲得再深奥 讲得再有酬学性 那都是属于欺骗人的 奴隶灵魂的 是个假的讲道 上帝让我们传福音 只传什么呢 我们找一下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基督到底是什么呢 好多人在信仰生活中 却一直不认识基督 不靠着基督 我们是无法获得信心的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阿们 我们传福音 只传基督的奥秘 只讲基督的奥秘呀 传福音传道 只讲基督的奥秘呀 马太福音七章 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房子 没有盖在磐石上 这房子就会 就会 瓦解掉了 我们找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 那么这磐石 只有基督是我们的磐石 房子没有盖在磐石上 这房子就会倒掉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 上帝告诉我们 我心里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是你受洗礼的 能获得上帝的灵 能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 这儿子的灵 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圣灵 这时候 就是有福的人 我们属魔鬼的时候 魔鬼不骂我 但是当我们属于上帝的时候 被魔鬼逼迫 被魔鬼骂 上帝是爱 上帝绝不辱骂别人 只有魔鬼会辱骂别人 诽谤他人 定罪别人是异端 爱出名 爱装模作样 光为自己出名的 那都是属魔鬼呀 上帝让我们只夸什么 只夸十字架 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呀 那么部族的仆人 我朴牧师也是非常谨慎 非常谨慎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这是感恩感谢的 而我朴牧师谨慎 最怕我出名了 祝愿大家懂得分辨呀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磐石 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 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阿们 那么磐石是谁呢 那磐石就是基督啊 上帝很明确地讲 磐石就是基督 马太夫人其上 如果没有盖石 没有盖在磐石上面的房子 都会瓦解掉啊 这磐石就是基督啊 那么谁引导我们呢 谁是我们的师父 谁是我的师尊呢 我们找一下马太夫人二十三章十节 上帝告诉我们基督 基督是谁 上帝的话语一点一话 都不能否认呢 如果我们否认圣经的话语 我们的名字也从生命册上除掉啊 这基督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而好多人却不承认基督 指导我们的 引导我们的 唯独是基督啊 上帝告诉我们 传教 传道 宣扬福音 只讲基督的奥秘 只传基督的奥秘呀 那么这基督的奥秘 到底是什么呢 好多人始终不认识基督的奥秘呀 这些全是上帝所记录下来的 上帝告诉我们基督的奥秘 上帝告诉我们 这什么是基督啊 马太夫人二十三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阿们 我们的指导者 我们的师尊 只有一位 就是基督啊 而我们把谁当我的师尊呢 甚至有些国家 把谁当自己的师父呢 有些国家把谁当自己的领袖呢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师尊 是唯一的基督啊 这一切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规定的呀 那么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多人说 哎呦 我现在是不是没希望了呀 我现在是不是没救了呀 我要赶紧改变成有福的人呀 那么我们一起找一下 克林顿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属于基督了 才能得到变化 属于基督了 就能成为崭新的新人了 我不再属于曾经 我不再属于过去了 我成了崭新的新人 这是多么好的允许啊 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要属于基督啊 这也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而好多人为什么不承认呢 好多人说是信耶稣 行为上装模作样 行为上很是误会肮脏 这都是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会这个样子啊 克林顿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要在基督里呀 唯一的基督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成为崭新的新人 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呀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呀 上帝告诉我们 纷争争吵的话 都是要去地狱的 当今好多教会都在纷争争吵 那这时候都成了去地狱的呀 经文大后书二章十四节 每个教会都在纷争争吵 互咬 上帝说了 纷争互咬的 都会败坏旁听的人 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是合一的 没有争吵 没有争论 我们一起找一下 以弗所书一章十节 我们要认识基督 领受洗礼 好多人以为 表面的仪式是受洗礼呢 那不叫洗礼呀 我心里有基督活着 这才是洗礼呀 这一切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而为什么好多人 始终说这是嫖牧师告诉我的 这怎么是嫖牧师所定下的呢 我嫖牧师可不是上帝呀 我嫖牧师可是最坏的人 而且最坏的人 最人中 我是个罪魁呀 而为什么好多人 把我嫖牧师当成上帝呢 这真的太可笑了 别再骗人 别再说谎了 以弗所书一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阿们 一个教会不和睦 这都是因为不属于基督啊 跑到基督外边 那都是灾难有咒诅 离开了基督 那都是灾难有咒诅 加了它是一章六到十节 一个教会始终不和睦 始终不和一 整天在争吵争论 纷争 那都是因为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全都属于魔鬼 才会争吵争论呢 教会 首先我要属于基督 这才是教会呀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教会是以基督为首脑 教会是以基督为身体的 而一个教会没有基督的话 那就不叫教会了 这也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呀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教会呢 教会的首脑是基督 那么教会的肢体 教会整个身体就是基督啊 如果一个教会不认识基督 那就不叫教会了 反而是出卖耶稣名 利用耶稣名 是去地狱的呀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好多人出卖耶稣的名 利用耶稣的名嘛 那这一切也都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这不是我朴牧师说的呀 也不是朴牧师的理论 这都是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特别推崇我朴牧师 那么难道我会把自己当成上帝吗 难道我在寻死吗 所以不可能啊 我们人都是罪人 那么基督能消除我们一切的罪恶 这是最为关键的 我们找下以福所事一章七节 只有基督的保险 除掉我们的罪恶 而为什么好多人始终不认识基督呢 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 全要靠基督 靠着基督使我们找回家族 我们属于基督了才能和上帝确立起关系啊 为了使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也要属于基督啊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是在基督里的 那么好多人不认识基督 却说自己属于上帝了 那真的都是在说谎 骗人啊 不靠着基督我们是无法去天国呀 不靠着基督我们都无法获得信心 不靠着基督我们都无法获得洗礼呀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 而好多人始终不认识基督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呢 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这是有福的人 这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来到这世上 受尽了辱骂 受尽了耻辱 正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只有上帝的儿子是有福的人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有福的人呢 首先 我根本就没有做上帝的儿子 那些始终是属魔鬼呀 因为有罪恶的地方 就有罪恶提进 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提进来 约一说三章八节 那么罪恶除掉了 罪洗干净了 魔鬼就退去了 靠着基督的宝血除掉罪恶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罪恶呀 以夫所述一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有些人说了 哎呀我的罪不需要得赦免 这都太荒唐了 只有基督的宝血使我得救赎 饶恕我的罪过呀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以夫所述一章七节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唯独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而好多人不认识基督是谁 也不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 这真的是太痛心了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我得到了救赎了 我心里就有基督活着了 那么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大家知道基督和耶稣是一位 就是一体 听不在前书二章五节 而我们这边是要面对基督 上帝那边是耶稣我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靠着基督使我们和耶稣和好 所以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就是让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持续不断地认罪悔改 使我的内心有基督活着 这时候才能领受圣灵 做上帝的儿子 做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就能呼喊父 阿爸父 这时候在生活中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反而领受圣灵了 领受了圣灵 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那么我属于上帝的时候 恶魔恶鬼一定会逼迫 一定会骂我的 这是上帝的允许 所以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听主骂的声音了吗 这时候内心的恶魔恶鬼会赶出去的 因为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 领受圣灵了 大家知道被魔鬼所困住的话 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受折磨 真的特别的痛苦 魔鬼什么都不怕 魔鬼真的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顾 约安一书五章四节 唯独信心能战胜恶魔恶鬼 谁都没办法战胜魔鬼 只有信心 基督 耶稣就是信心 只有耶稣 基督能战胜恶魔恶鬼 格里的后书十三章五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现在有没有成为有福的人呢 我们教会的正直是讲话特别有意思 说哎呀吃饭的时间 打盹放昏的人就不好好吃饭 考试的时间不好好考试 反而打盹打瞌睡结果考出零分了 那么讲到的时间 大家不听讲到 不领受伤这段话语 反而在打瞌睡打盹的话 那就多么的痛心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好多人说我现在怎么这么的不顺利 为什么总说自己不顺利 却没有认清 我怎么还没有做上帝的儿子呢 只要做上帝的儿子 就能成为有福的人 唯独上帝的儿子 做有福的人 真切的志愿大家在今夜 全都做上帝的儿子领受祝福 心愿得到实现 我是这家里的儿子了 我可以随便进入这个家里 而且能吃家里的好吃的呀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子呢 通过基督 这一切都要靠基督啊 真切的志愿大家成为有福的人 心愿获得实现 千万别抱怨父母 无论我的父母是多差的 约一博记二十五章六节 无论我父母是做什么的 只要我成了上帝的儿子 能使我的父母 也能一起领受祝福啊 我父啊 求我父怜悯我的父母 使我的父母也做上帝的儿子 那么这时候 上帝听我的祷告 也祝福父母啊 所以上帝要求我们 只要你来信主耶稣基督吧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而我们光顾着头脑背诵经文了 却不领受这一切呀 在这儿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属于基督了 就成了崭新的新人 我们属于基督了 成为合一了 这时候这个家庭得救 我们属于基督了 这个国家合一了 这个国家就能得救 唯独靠着上帝的奥秘 唯独靠着基督 使我们合一呀 基督使我的心灵平安 基督使我们的国家 获得上帝的爱 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啊 格勒西书二章二节 真气地志愿大家领受祝福 那么在今夜 我们一定要领受这一切好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的国家 现在真的是要祷告的时候啊 我们国家遇到这么多的危机 为什么上帝是我们的国家 走向如此不好的地步呢 正是赶紧 正是让我们赶紧成为合一呀 我们在基督里属于合一的时候 我们属于基督合一的时候 就不再折磨别人 不再欺负别人 我们国家现在分明没有合一呢 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上帝的奥秘 自己心里都不平安 我们国家公务员 心里都特别的胆 心里都特别的战惊 甚至在银行上班的人 或者是企业里上班的人 都怕自己被搜查 都怕自己被审查 都怕自己被审计 哎呦 三年前的那事会不会被暴露出来呀 三年前那个收的贿赂 搞的腐败贪污 会不会被暴露出来呀 上帝是让我们警醒过来呀 上帝在提醒我们呀 而我们还不认识他自己的过错 还不醒 还不认罪呀 上帝做这一切事情 并不是让我们死 上帝做这一切 是因为爱我们 让我们赶紧成为有福的人呢 基督的保险 饶恕所有的罪恶 而且基督 基督的保险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而且基督的保险使我们的国家 合一合目 据说我们国家的政府 现在是什么状态呀 我们国家的政府 整天分党派 有这个党有那个党 有野党 还有什么党啊 都是有学问的人士 相互选拔相互拣选 搞了几个党派 怎么还做不了合一呢 靠着我们人士 不可能合一的 只有属于基督了 我们才能合一 所以这基督是拯救我们的呀 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而大家为什么不爱听基督的话语呢 属于败坏的时候不爱听基督的话语 属魔鬼的时候不爱听基督的话语 克林的后书四章三节 克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难道我们始终要走向败坏吗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吧 首先是自己得救 是我的家庭得救 是我的儿女得救 是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得救啊 我们的 我们韩国这个学校的 学生暴力问题这么严重啊 我们国家要得救啊 我们要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知识啊 而智慧就是基督啊 我们国家要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我们国家才能活呀 教会 什么是教会呀 争吵纷争 那都不属于教会 那都不叫教会呀 教会是以基督为首脑 教会是以基督为身体的 我们今天开始重新开始吧 我们要做有福的人呀 唯独上帝的儿子是有福的人 只有有福的人 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去天国呀 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领受了圣灵 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不领受圣灵 始终属魔鬼了 那么上帝的儿子 一定是属圣灵的 赶走了那些恶魔恶鬼 这时候能去天国呀 属魔鬼的时候去不了天国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基督兄姊妹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要正确的生活呀 为什么好多人排斥上帝的话语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甚至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 还在逼迫呢 我们的国家要得救啊 家庭不能再破裂了 我们有没有获得满足呢 我们有没有成为有福的人呢 为什么还在妨碍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为什么有这么不好的事情 每天发生 我们还在不醒悟 怎么还不认罪悔改呢 甚至当今的教会也不醒悟 也不领悟啊 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首脑 基督是教会的身体 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 那么今天开始 我们重新开始吧 从我做起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那么今天 我们一定要成为有福的人 首先 使我得救 使我的家庭得救 使我们的国家得救啊 那么当今的世界 都遭遇了自然灾害 这自然灾害是上帝的愤怒 这是上帝的愤怒啊 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不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通过自然灾害来 降下灾难呀 生命纪 二十八章二十二节 那么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向上帝认罪悔改 使我们脱离罪恶吧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来认罪悔改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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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我父啊 我父上帝啊 我父啊 求我父联名我们的国家 求我父联名我们的民族啊 我父啊 我父啊 求我父联名我们的国家 求我父联名我们的民族 我们始终藐视上帝的话语 我们始终藐视上帝的声音 始终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时间 使我们来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父啊 求我父使我们为基督的民受辱骂 做有福的人 我父啊 您告诉我们唯独上帝的儿子 是有福的人 求我父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我父啊 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如此的危机 求我父帮助我们的国家 求我父帮助我们的民族 我们始终爱出自己的名声 始终在拉帮结派 始终在结党结派 求我父联名我们 求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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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